观众来们好,我是默默,天大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呀 继续带来八四百的福尔摩斯历险记住院的病人 这次的开头竟然不是贝克街二二一号,而是理发店 原来福尔摩斯也要剪头发呀 华生呵斥道,明明是我剪 福尔摩斯只是受气委屈屈地来的 以继续带来提供了两个月 我来들이要拿到处备好了 你坐着倾巴默,眼睛隔根睛 晴术咚咚的声音 总结你唤熟了哀病 因为我稿没关键 在我眷上的 oriental video 啊 嗨 就这么傲娇嘛 踢完头呀 玩着华升回家 见到一拉马车 知道是位医生 活不其然 这是位名医 华 Lift还败读过 他的书籍 医生说明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奇怪事情 必须找福尔摩斯拿拿主意 医生是伦敦大学毕业的 是优等生 前途光明 然而苦于没有钱 无法有起始至今行医 华生也是有感触 自己也是因此被迫从军医的 医生继续说到 但某天上帝给了个机会 一个男人上门造访 名叫布莱辛顿 后面就叫胖老板吧 医生根本不认识他 然而他却知道医生名声在外 但苦于没有启动之间 希望和医生合作 他拿四分之三 医生拿四分之一 虽然有些吃亏 但还是合作了 营业额高涨 胖老板赚得盆满不满 但他脾气古怪 闭门谢客每晚都会外出 散布半个小时 然后回来 将四分之三的钱拿走 放入屋内的保险箱内 然而就这么安稳的过了两年 前几个星期 胖老板突然情绪激动 拿着报纸说着盗窃案 立马给房子安上了房道网 并且从这之后 他完全不外出了 并不断的往窗外看 福尔摩斯询问 还记得报纸数据吗 医生表示不记得了 只记得是五月初左右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 胖老板又恢复了正常 开始出门散步 然而又来了一件事 让他直接卧床不起 昨天 医生接待了一位俄罗斯的贵族 这人有严重的强执症 医生给他检查 让陪董者在等候室等待 一会儿病人就犯病了 医生去房内开药 然而再出来 俩人都不见了 问了下用人 用人也高知没有看到他们 再等胖老板回来 上楼 脸都变了 有人进来过他的房间 地毯上还有很明显的脚翼 可是没有东西被盗了 胖老板还是很难过 让医生出去 自己要安抚自己的小心照 让医生去请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听完表明 愣着干嘛呀 三连呢 火速就赶去了胖老板那儿 可惜胖老板神经有些紧张 掏出枪质问医生是谁 医生吼了一顿 这才明白是福尔摩斯来了 胖老板带着福尔摩斯进来 表明不认识那个男人 并说明自己一生 只做过一次投资 那就是给医生的投资 他的全部身家都在保险箱里 他不放心任何银行家 请福尔摩斯帮帮忙 然而福尔摩斯察觉了异常 胖老板蒙骗了自己 福尔摩斯表明 要么告诉真话 要么自己走 然而福尔摩斯没有得到真相 上了马车离开了 对华生说明他知道胖老板认识那两个看病的人 华生说有没有可能这两个病人是医生编的呢 福尔摩斯表明血印和医生的不合 不过先睡吧 明天他们就会找我们的 虽然有些疑惑 华生还是睡去 早上福尔摩斯贴心的叫床服务弄醒了华生 快点 胖老板那边 有事了 进门巡警告知 胖老板自杀了 自杀 福尔摩斯好奇了 这么惜命的人怎么可能自杀呢 巡警给了现场收集的香烟 福尔摩斯分析这不是胖老板的 分析至少有三个人在这个房间内 并且他们是从前门进来的 一个年轻人 一个老人 还有一个人身份不明 前两个就是那天的俄罗斯父子 他们是被同伙放进来的 不出意外啊 就是公寓的侍者 用铁丝开的门 进房内就将胖老板的嘴巴塞住了 然后商量了一番 老人坐这 年轻人坐那 第三人来回夺步 这应该是他们早有预谋的报酬手段 给胖老板上脚型 巡警说着 故事很精彩 但有证据 福尔摩斯说明明天天黑之前给他证据 巡警说着 那这螺丝起子和螺丝干嘛用的 福尔摩斯表明那是用来固定滑轮的 可他们看到了掉地 因此就地取材了 对了 把那个侍者逮捕了吧 那是个同伴 三点钟 我再回来 回到住所 福尔摩斯翻着资料 要找一份报纸 收纳房华生问了下几月的 直接就找到了 福尔摩斯看到报纸 立马明白了 喊着华生赶去了胖老板那 巡警也说抓到了侍者 并得知了身份 福尔摩斯抢答 是不是抢银行的那一伙 巡警点了点头 福尔摩斯说明 这个胖老板就是抢银行的五人之一 三人昨晚出现在这里 时间回到抢银行之时 然而出于保护自己 胖老板向警方供出了同伙 成了污点证人 要求他的证词 主谋被绞死 其他三人被判入狱十五年 报纸报道的就是几周前 他们出狱了 因此胖老板才开始加固房子 害怕被找上门 给医生投资 也是为了掩人耳目 所以他总是避免不出 警长开始全程逮捕 杀害胖老板的三人 然而他们早就离开了英国 上了一艘去葡萄牙的船 几周后得知船沉了 三人死了 天道好轮回 昌天饶过谁 Ending 这集当中啊 揭示了人就不要做坏事 做了坏事 每日就会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总有一天 幻孕会找到你的 不是不报 时候未报 那么下一个福尔摩斯故事 又是什么呢 我是孟宝 关注这个获取最新更新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